欢迎收看本期的小生谈天下 这个女孩上演了真实版的美女与野兽 与非洲大汉演绎了一曲青城之恋 在农村里婚姻讲究的是门帮户对 如果是独生女 家里人绝对不会让女孩嫁太远 可这位女孩毅然不顾家人反对 死活都要嫁到非洲 因为这位非洲土豪很有钱 甚至以此明智 家里人没办法只能放行了 结果一个月没到 女孩就受不了了 哭着闹着要回国 刚去到非洲的时候 确实被那里独特的氛围给打动了 对于青线的事物 人总是抱着好奇的心理 特别是非洲的风土人情 让他感到十分的开心 可是后来他才发现 非洲的食物都是杂七杂八的 什么虫子动物都拿来吃 看起来十分的反胃 而所谓的土豪在非洲 也不过是拥有一栋大一点的房子 还是野外的 夏天人愁肆虐,而非洲的男人 更是变人变得快 没嫁过去之前对自己好生好气的 嫁过去之后 对自己又打又骂 在非洲 男尊女卑是常态 所以女孩问家里要了钱 偷偷保回国了 盲目的崇拜外国 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要知道很多人 外国人都梦想着能生在中国 作为国人的我们 也应该要保持着自己民族的骄傲 本次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